书大海水,西西另静,无量无边阿森其世界,莫为为臣, 西枝其树,如是念念次第,常不费望菩提之心, 菩萨若闻世语,不退不悔欢喜踊跃, 勤修精进,做如是念,我得善力,因我故, 令无量无边阿森其世界,众生永离众苦, 菩萨附作试念,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, 普令众生离一切苦,积枝究竟无于涅槃, 然后我当成无上道。 好,所以各位这一段我简单的白话念一遍, 但是你念大僧经典,你就可以让你发起, 哇,我在学佛菩萨这么伟大, 所以我应该学菩萨发这样的心。 所以菩萨成就如是精进,怎么样呢? 如果有人说,无量无数阿森其世界众生, 你菩萨能够为一切一切众生, 以无量无数阿森其解, 聚受无责大地狱苦,就无间大地狱苦。 每一个众生你都替他受无量劫时间的无间大地狱苦。 最后呢,令比众生就近涅槃, 你做得到吗? 富有无量无数阿森其佛出生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, 令无量无数阿森其众生受种种乐, 已经有很多的佛出生在这个世间, 让所有受苦众生离苦得乐了, 那你仍然在受大地狱苦。 然后呢,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, 你才成佛,你做得到吗? 所以菩萨答言, 我稀能为而所事件, 我一切,我圆满可以为所有世界一一众生受无责无间地狱苦, 乃至所有佛出生让所有众生都得乐了, 我那个时候都还在受苦, 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离苦, 最后我当成无上道。 这是每一个菩萨都要发的愿, 就像类似地藏大愿一样, 只是地藏大愿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又不一样, 地藏大愿比较强调, 他下地狱帮他们受苦, 但是释迦牟尼佛比较发什么, 我不是下地狱, 我是替他们受苦。 每一个众生受一次乃至十节的无间大地狱, 我都一一为他们受苦, 让他们都离苦, 别的佛度他, 我还在替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, 最后我才会成佛。 父有人言, 如若能以一毫滴无量无边阿生其诸大海水, 西皆令尽, 所以就像这个无量无边的大海水, 你一滴一滴的, 让它最后没有这个要多长的时间, 来自无量无边阿生其诸世界都变成末为灰尘, 最后都变成灰尘了, 那总共有多少水呢, 总共有多少灰末呢, 如是念念次第, 常不废望菩提之心吗? 就是百千万劫的时间轮回受苦, 你都还保持菩提心吗? 又是菩萨界的内容, 菩萨若闻事语, 不退为退转, 不后悔, 欢喜永药, 这就是我的生命, 勤修精进做如是理, 我得善令, 因我故, 令无量无边阿生其世界众神勇于众苦, 所以我永远这样不废望菩提之心, 所得到了善根利益, 因我故, 是为了让众神离开痛苦, 菩萨互作四年, 后面这句话各位能够背了, 我当代一切众神受一切苦, 普令众神离一切苦, 西街就近无与涅槃, 然后我当成无上道, 那这个非常白话的, 无与涅槃, 那就是已经进入永远涅槃的快乐的状态, 乃至安住在空性, 菩萨也要有这个承担, 那最后呢, 他才成佛, 反过来, 我们再念一下, 所以各位这个华言经啊, 太殊胜了, 很多大称经典, 各位经常这个经名都听过好多次, 你千万不要忘了整本把它读完, 好不好啊, 这些太重要了, 念一下, 华言经离世兼品, 佛子菩萨摩克萨发十种普贤心, 何等为时, 所谓发大慈心, 救护一切众生故, 发大悲心, 带一切众生受苦故, 发一切诗心, 牺舍所有故, 发念一切智为首心, 乐求一切佛法故, 发公德庄严心, 学一切菩萨行故, 发如金刚心, 一切深不忘失故, 发如海心, 一切白净法西流入故, 发如大山王心, 一切恶言皆忍受故, 发安隐心, 失一切众生无不畏故, 发般若波罗蜜旧尽心, 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, 事为时, 若诸菩萨安住此心, 及得成就普贤善巧智, 普贤的意思是永不退转, 永远的精进, 永远的行动, 所以叫普贤, 他不但若此, 不但不退转, 还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, 什么事情, 就是救助动神, 都给他做得很圆满, 叫善巧智, 所以佛子, 就是说发菩提心的, 菩萨都叫佛子, 菩萨摩赫萨, 不但发菩提心, 各位还要思为空性, 永不退转, 所以叫摩赫萨, 那所以大菩萨都会发出十种的普贤心, 用善美耶撒多汉, 用善美耶撒多汉就是, 具足所有这种普贤心, 乃至普贤菩萨的功德, 何谓, 第一个, 发大慈心, 慈就是要给众生快乐, 不让他受一点苦, 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苦, 所以各位, 我想各位每天活着, 人家问你, 你为什么要活着, 早餐要去哪里, 我要去救众生, 就打卡了, 上班是为了救众生, 读书是为了救众生, 救护, 保护还保护他, 不分别的所有众生, 第二个, 发大悲心, 刚刚讲过了, 什么叫悲心, 承担众生苦, 把苦纳在你身上, 叫悲心, 悲心不是嘴巴讲的, 悲心是一种, 你在烧, 我带替你烧, 你要下地狱, 我带替你下地狱, 所以要有承担, 因为你不这样做, 你断不了我子, 我们现在不敢做, 因为我怕痛, 那你就没办法, 所以各位要修修, 修到愿意, 而且可以做得到, 带一切众生受苦固, 发一切私心, 只要众生有所需求, 只要你有, 你就要完全不失, 悲, 就是完全不失, 所有你拥有的一切, 满足众生的需要, 发念一切自为首心, 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大不失, 救护众生, 承担众生苦, 目的呢, 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陀的智慧, 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, 所以要发念, 也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义, 比如说, 各位做什么事情, 都是不离开, 为了成佛的心而去做, 但是成佛的心, 才能够真实地圆满地去普度众生, 所以要念这个, 不要比高比低,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事, 要用佛的思维, 所以要求一切佛法, 所以你要了解一切, 就像一个医生, 没有一种病你不会医, 那是世间的医生, 那是最圆满的, 但是成为一个佛陀, 没有一个众生, 你不会度, 调育众生, 所有众生你都可以帮他离苦, 这样去追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, 再来发功德庄严心, 所有功德要万德庄严, 没有一样功德你不会, 或做不到, 所以要学一切菩萨行, 并不是说我只学地藏菩萨, 我只学观音菩萨, 所有的菩萨道的内容都要会, 甚至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做善事的人, 那这些善行我们都要随喜, 甚至也要去实践, 发如金刚心, 金刚就如如不动的意思, 一切处受身, 不忘失顾, 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境界, 你都不忘失, 我是为了利益众生, 为了圆满佛陀的智慧而来, 发如海心, 一切白经法需流入顾, 所以各位, 当然教授只要有一颗专经, 成为教授, 成为博士, 就像诺贝尔他, 诺贝尔讲是颁发给某一样专项, 但是菩萨不一样, 菩萨是万法, 一切白经法, 白经法就是佛法利益众生的方法, 以空性相应的, 你通通要会, 吸流入, 要这样去吸收一切, 活到老, 学到老, 生生世世, 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, 不要偏来中来派,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, 就像我们办一个法会, 从冷气, 音响, 灯光, 时间, 便当, 牌座椅啊, 花, 谢谢你, 你通通要, 吹不可, 发如大山王心, 为什么, 一切恶言能忍受故, 各位这个要先练习, 所以现在你要站在十字路口, 每个人都来骂我一句, 这样, 吐个坛再走, 那你要接受, 你要先决定, 你不能说, 哦, 你怎么这样讲, 我两个人在那边打仗, 变来变去的, 那就没办法, 有比高比低了, 所以要像大山王这样, 如如不动, 一切恶言, 惜忍受故, 发安隐心, 失一切众生, 无不为故, 要让所有众生平安快乐, 你要什么, 我都给予什么, 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个福报, 还做不到, 但是你要观想, 佛做得到, 哦, 满众生愿, 地藏王菩萨的如意满愿宝珠, 准提菩萨的满众生愿, 那但是你要学这个发心, 求佛菩萨帮忙, 去满众生愿, 嗯, 耶耶, 善不, 我自来后, 来自呢, 那么沙瓦当, 那可大巴, 有比较, 我们可以沙瓦当, 你要一直去观想满众生愿, 可以念变时咒, 那么沙瓦当, 那也都, 上不来, 上不来, 哇, 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甘露, 那么沙瓦当, 无量无边的妙甘露水, 那么不接发地, 无量无边的药物, 哇, 嗯, 嗯, 那也说, 哇, 这个这个这个, 这个这个是余宝, 图如你, 你要经常观想, 你走到哪里, 都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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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整个世界, 就像我经常坐飞机, 我天天念这个, 我坐飞机, 你要借这个机会, 太好了, 从东部飞到西部, 经过大海陆地, 这么多国家, 然后你就一直, 大布施, 这样观想, 那你的心态就越来越纯熟了, 然后佛菩萨在这样加持, 那个地方就不断地改变, 就像各位今天, 自我功德力, 自我意乐力, 用菩提心, 来清净守八观哉戒, 来念普门品大悲众, 现在要读诵大乘经典, 最后我们要把完全的功德, 能够普施给众生, 再来, 发波罗波罗蜜就近心, 那你要了解一切, 所以巧观一切法, 无所有故, 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什么, 跌倒生病, 看到什么, 你都要善巧方便, 去了解这本书, 这个花, 本体它怎么用, 这善巧字, 怎么样插得更好, 今天这个法表阿弥陀佛, 明天那个法表地藏菩萨, 后天这个花这个法表忍辱, 你要表法, 所以万法都是佛法, 所以对外对内, 你都要能够了解, 这个波尔就是唯妙圣生, 能够帮助众生, 叫波罗蜜, 自立地他就近圆满的心态, 事为时, 若诸菩萨安住此心, 即得成就, 普闲效善巧智, 来, 当愿众生, 得普闲善巧智, 得普闲善巧智, 大亚堂, 班战者要, 阿华博达, 那也说哈,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, 就光一部华言经能不能一辈,